今天呢咱们来跟各位茶友聊一下 有关这个普洱茶在储存当中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这两天我正好收到一个茶友的留言 他就说他这个茶里头长了虫子 那这个确实是普洱茶在储存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的普洱茶如果长了虫子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一般普洱茶长虫来看 常见的有两类 第一类呢我们俗称叫做纸虫 那这种虫子呢他就是纸白颜色的 个头比较小 而且他爬的也比较快 那一些老的普洱茶柄当中 大家不难看到有很多的茶柄的包装纸 多多少少都被注出很多虫眼 那这些虫眼实际上就是这些虫子的杰作 那么我们也不管这种虫子叫纸虫 那普洱茶用棉纸包装的 而且长期放在阴凉的地方呢 就容易被这些纸虫蚕食 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 虫子就是它比较灰比较黑颜色 而且个头比较小 基本上是在茶柄里面活动 那么这种呢就是会真正破坏掉茶叶的这个茶虫 那查了一些资料呢 这些资料上也有说 这种虫子其实孵化出来的时候是入白色的 但是个头太小了 不容易被发现 后期就退化成灰色 然后再到黑色 它们这个生命周期也非常短 死后也会融到茶当中成为茶的一部 这种茶虫它产生主要是因为这个茶叶当中 有一些营养物质在吸引它 而且茶柄如果是在阴冷湿气的环境下 那么就容易让这些虫子滋生 那么如果是遇到有生虫 包括这两种虫都在内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就是首先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对茶品造成的影响大不大 如果说这个茶已经被这虫子都注空了 那这样的茶就不能再喝 影响不大的话 可以先用毛刷把虫子先刷掉 然后呢再把这个茶叶的饼啊 放到太阳下暴晒那么十分钟 说切记不能晒太久 因为茶在长时间暴晒情况下 也是容易变质的 然后再通过这个通风的地方 风干一下 过程实际上主要是希望能够把它虫卵杀灭 生了纸虫之后 建议这个把茶的这个外包装的纸 也重新换一个新的 因为可能原来的棉纸冬中还是有虫卵存在的 看来说可能生虫的主要的一个关键因素呢 就是这个潮湿 所以大家储存茶叶的时候还是要保证它干燥 另外一类呢就是这个储存的普洱茶发霉应该怎么办 那首先我们先要判断一下就是 因为普洱茶在长期盛放的过程当中会出现长白霜 那么这个是跟发霉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如何判断我们的普洱茶是长白霜了还是发霉了呢 比较直接的一个办法就是闻一下这个茶 如果能闻到淡淡的沉香 那这个就是长白霜 如果是发霉的话应该能闻到一股霉变的味道 而且这个发霉的这个茶往往是会有白色青色绿色 各种 长白霜呢相对于是比较均匀 整个茶也不会出现斑块性的长 是整体的长出白色的霜 如果还是不能判断的话 可以撬下一块冲泡一下 发霉的话会明显有霉变的口味 一般来说霉变得非常严重的茶就不推荐大家再喝了 如果是轻微发霉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个毛巾或者是小刀 把这发霉的部位割除或者去除 如果内部有发霉的话 可能得把茶整柄子打碎 然后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呢 自然晾晒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切记不能用太阳来直射这个茶 这里所说的晾晒主要是去除茶叶当中多余的水分 然后再用这个新的包装 将茶叶封装好 再放到这个储存的地方 当然另外一点 茶叶发霉我们也要去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存茶的这个环境 发生了一些问题 比如是否有受潮的地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漏洞 那各位茶友如果您有些更好的办法 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如果您喜欢玉秀阁茶谈这个节目 请您点赞转发 谢谢您的支持